这是一件来自2000年前的中国荣耀 它叫马踏匈奴 屹立于西汉冠军侯 或驱病的目前 马整体高是1米68 长1米9 在马的下方呢 压着一个匈奴人的形象 仰卧地上 左手握弓 右手持剑 双腿全躯 做出狼狈挣扎的状态 蓬松且凌乱的虚法 更是显得惊慌失措 带着既不甘心 又束手无策的表情 雕刻加把马的形象 刻画的坚实有力 姿态微舞 气宇轩昂 似乎象征着当时 汉军实力的强大 而匈奴显得惊慌失措 显然是以歌颂 获区病将军的武功 昭示出来饭酒的下场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讲一个 2000多年前的 一个少年战神的故事 他在17、8岁 也就是我们现在 大概是读高中的这个年纪 当时他就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的战争 奇迹 然后获得了一个 应该是后世 所有武将都梦寐以求的 一个最高荣誉象征 在他死以后 当时的皇帝 非常的悲痛 倾举国上下之力 找了这个象征着 精锐武力的 披着黑色铁甲的骑兵 一路从都城 排到他的陵墓 为他致爱 还请当时的皇家工匠 为他的这个陵墓 雕塑了一组 这个石雕群 而这其中 最重要的一尊主雕 你一定非常的熟悉 我们在各个课本上 都有看到就是他 骂踏匈奴 而我今天要说的 这个少年呢 就是汉朝 抗击匈奴的英雄 霍去病 大汉和匈奴 是老对手了 当时刘邦继位以后呢 马上就面临着 来自北方匈奴的威胁 你想刘邦是什么人 他刚刚经历过 秦末农民起义 经历过楚汉争霸 谁还能打得过他 他就觉得 我天下都打下来的 我还怕你匈奴吗 于是呢 他就率了三十万部队 去迎敌 然后节节胜利 让这个刘邦啊 简直要回想起 他曾经的这个战争里面的 高光时刻了 于是他就带人 一路乘胜追击 但是没有想到 四十万匈奴大军 早就已经等候他了 白灯之为 刘邦被困了 七天七夜 内无粮草 外无援兵 就堂堂开国之军 就差点挂了 后来呢 是怎么逃脱出来的呢 他就是找了一个机会啊 派人去跟匈奴的新老婆行会 才侥幸得以逃脱 刘邦回来就心想 哎呀打不过呀打不过 但为什么打不过呢 他就反复琢磨 一方面呢 是因为匈奴的实力 确实很强 他们的骑兵是 智如疾风 去如收电 而反观自己啊 真的是弱爆了 那个时候 大汉王朝刚刚建立 民生凋敝啊 这个皇帝出巡呢 连四匹同样颜色的 这个马拉车都坐不到 那王侯将相出行呢 也只能坐牛车 马都不够 更不要说骑兵了 于是刘邦就痛定思痛 就开始忍辱和匈奴求和 除了每年向他们定期 要进贡一些金银绸缎之外 对 你没有听错 是大汉向匈奴 进贡金银绸缎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要和亲 当时刘邦差一点 就把自己和吕后的唯一的女儿 鲁元公主 远嫁匈奴和亲去 卑微致死 刘邦之后呢 惠帝文帝景帝 都面临着来自匈奴的威胁 一旦北方的边境 有风吹草动 朝廷就开始来讨论 到底要打还是要和 那不管怎么讨论到最后 还是会回到和亲的老路子上 为什么呢 因为真的打不过呀 所以这些年呢 皇帝们一边用这种 姻亲关系来换取暂时的和平 另外一边争取时间 恢复生产增强国力 同时吸取了汉高祖的教训 推行马政 崇尚骑射 只有建立骁勇善战的骑兵集团 才有和匈奴对等较量的基础 就这样过去了60年 汉武帝刘彻继位 当时的大汉帝国 有马40万匹 苍礼殷实国力强盛 终于啊 一雪前尺的机会来了 不过呢 当时的匈奴也不是好惹的 他们也正迎来自己的巅峰时期 他们控制了西域的各个小国 版图面积 东至辽河 西至葱林 北底贝加尔湖 南达长城 无论是地盘还是实力 丝毫都不弱于汉朝 我们说两强相遇 必定会诞生英雄传奇 公元前127年 汉武帝派魏清率军夺 回了被匈奴人 占据已久的河套地区 借出了匈奴 长期以来对西汉国都长安的威胁 在这场战役里啊 最让人眼前一亮的 是一个17岁的少年 飘摇校尉 霍去兵 匈奴人并不知道 在这场战役以后 霍去兵这三个字 就将成为他们的恶魔 当时的霍去兵 主动向舅舅 魏清请营 要率800亲戚 指导匈奴后方 你要知道 当时匈奴最厉害的就是骑兵 而霍去兵带领的也是骑兵 打得赢吗 可以 只要够快 于是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战场上 年轻的霍去兵和他的800亲戚 像闪电一样狂奔数百里 从匈奴后方突然出击 惊慌失措的匈奴人 竟觉天丁降临 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就变成了汉兵的刀下之鬼 在这场战役里 霍去兵打破匈奴一万人 斩首2028人 这其中还包括了 相国 当户等高级官员 还有铲鱼的祖父辈亲戚 和他的叔父 以卓越的战绩 勇冠全军 授封冠军红 谁曾想到 我们现在说的冠军一词 来源尽在这里 又过了两年 为了打通中原和西域的关系 从而孤立匈奴 汉武帝任命19岁的霍去兵 为票继将军 两次率兵进军河西 第一次河西之战 霍去兵率领一万多清锐骑兵 快速奔袭 六天转战千余里 打得匈奴守军 毫无招架之力 同年夏天 霍去兵再度领军牺牲 这场战役更是一个奇迹 所有的友军部队都出现了问题 只剩下霍去兵孤军奋战 即便在这个情况底下 霍去兵依然敢 伸入匈奴境内 两千多公里 从他们的侧背部 发起猛攻 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 汉军以伤亡三千人的代价 兼敌三万多人 俘虏匈奴王五人 以及各种匈奴贵族 一百二十多人 霍翔丹环王 囚徒王 以及相国都尉两千五百人 匈奴人为此被割 师我齐连山 使我六处不翻溪 师我燕之山 使我嫁妇无颜色 在霍去兵之前 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样的闪电战术 即便是像他的舅舅魏清 这样成熟又老道的将领 也绝对不敢冒这样的风险 孤军深入 但是只有这个 天不怕地不怕的少年 他率领着清齐 然后用骑兵 完全取代了车兵 深入敌人的后方 从最薄弱的环节入手 他就好像是一只 敏捷的豹子一样 直到长龙 霍去兵的风神之战 是在他的二十一岁那一年 那一年 汉武帝几乎举全国之力 与匈奴决战 要深入匈奴的地盘 就需要有充足的粮食补给 因为战线拉得太长 补给跟不上 这也是之前为什么 大汉打不赢匈奴的一个原因 而当时的少年霍去兵做了一个 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 就是舍弃多余的物资和粮食 然后跑到敌人的地盘上面 去抢粮食 在霍去兵之前 从来没有哪一个将领 敢这么用 这个无谓的少年 率军北京两千多里 越过黎后山 越过宫旅河 直接与匈奴左贤王部队开战 这场战役 尖敌七万零四百人 俘虏了一大堆的匈奴贵族 过去并并不满足于此 他乘胜追击 带领部队杀至狼狙须山 并且直接在狼狙须山 举行了祭天风礼 在孤衍山举行了祭地善礼 冰封一直逼到今天的贝加尔 风狼狙须 从此以后 他就成为了中国历朝历代 所有武将的梦想 是他们心中的那个最高能量 从此匈奴远顿 而漠南武王亭 匈奴蝉鱼带着残部逃到了墨北 无力再对汉朝形成威胁 凡日月所照皆为我土 少年霍去兵用六年的从军生涯 打住了别人六十年的战绩 当我们了解了这个少年英雄 所创造的辉煌 我们也才能够明白 为什么他的死 让汉武帝如此悲伤 他命中时的皇家工匠 给霍去兵的墓 雕刻了一组石像 而这其中的主雕 就是马踏匈奴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尊雕塑里 君马面容安详 气定神仙 他的脚下是一个 发须皆乱 手持弓箭 正在做垂死挣扎的匈奴人 匈奴人越是恐慌 就越能体现 战马的沉着和冷静 工匠们并没有雕刻 霍去病的形象 但是这个 敦厚的造型和平缓的马背 还有肌肉强壮的马腿 无一不在暗示着 驾驭着这匹马的主人 该是有多么的鹦鹉和震惊 他不仅刻画了 马踏匈奴的故事 更是带领我们去 见证了一个 少年战神的传奇 公元前 一一九年的那个春天 他骑上战马 冲锋陷阵 一波波的敌人 阻挡着他前行的步伐 他勒紧缰绳 高悬的马蹄 把敌人狠狠地踩在脚下 而他始终 看向前方 毫不动摇 进一步 再进一步 只因为祖国的山河 寸土不让 从此以后 犯我中华者 虽远必处 年轻的血肉 筑起了祖国的戒备 守护着脚下的山河 岁岁年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只不过有人替你 负重前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